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8月5号星期四 挪扎汽车啊 用吴亦凡来炒作啊 那这个新能源汽车呢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烦 以前对新能源汽车啊 这种电动汽车 纯电汽车呢 了解的不是特别多 最近了解多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可能也就特斯拉吧 勉勉强强还算是在卖车 玩车 剩下这些新能源汽车吧 呃 当然未来也还算是在在在坐车吧 甚至有一些 比如像什么法拉第啊 就是还有一些呢 其实特别明显 他玩的呢 已经不再是车了 他玩的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概念 他玩的是一个股票 他炒他的股票 他车卖不卖 他其实也不那么特别care 你知道吗 这个哪家汽车呢 也是个新能源汽车啊 然后他们为了要炒作自己 通过这个吴亦凡这个事呢 炒作怎么办呢 他们公司呢 汽车市场部的市场部的一个负责人呢 叫彭刚 他们有一个呢 14 14个人的一个市场部的一个呢 小群 在里面就讨论 怎么能够让自己呢 这个出名 让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中国有个哪吒汽车 对不对 因为我以前你听说过哪吒汽车吗 没有 第一次听说啊 所以呢 就是说 他就说哎 想了一个好办法 他说这样 他说我们现在啊 公开的邀请了吴亦凡担任品牌代言人 那么现在呢 肯定能够引起呢 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啊 然后他内部的聊天记录呢 被公开了啊 说这彭刚提议说 说我们这样 我们找吴亦凡代言 我们呢 就打出标题就是说 坏人也需要机会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呢 给吴亦凡呢 一个呢 机会 然后呢 告诉大家要给他一个机会 坏人也需要机会 说呢 这个事只要我们一官宣 五分钟就出圈 知道吗 他说其实呢 可以试试 大不了呢 大家都骂 回头呢 我们官方呢 发一个道歉 然后呢 说呢 我们开除呢 相关人员 我们到时候找个临时工去给他开除了啊 然后呢 他这个群里边就有这个学员就说 嗯 像彭总呢 这个学习了 说就是要不断的制造热点 做错了也可以成为热点 道歉还是热点啊 这个彭刚呢 有16年的广告工作经验 从担任呢 达伯斯广告中国区整合策略总监 还有什么澳美广告运营合伙人啊 是个专专业的做广告的 特别的有这个想法 有创意啊 那这个事呢 果然啊 就这个就就就出圈了 一下大家就震惊了啊 那公司呢 联合创始人啊 这个兼首席执行官张龙说 说这帮人呢 觉得瞎操作的代价 无非就是开除一个临时工 我们的回应是要将市场部的负责人 以及参与讨论并发表不当言论的 整个这个品牌公安团队呢 全部开除 让他们为自己的言论呢 付出代价 啊 说呢 把彭刚还有群内 所有发表不当言的人呢 全部都开除啊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 这个事呢 特别的诡异啊 呃 首先来讲呢 就是一个14个人的一个小群 谁呢 往外露这个截图呢 都特别的危险 很容易被人看出来呢 到底是谁呢 截出去的 然后呢 就是说一出来之后呢 迅速就上了这个 呃 娱乐版的这个微博娱乐版热搜啊 那热度呢 直接就超过了这个汪小飞 力挺小S 小S 不是前两天被这个说什么国首吗 然后被那个品牌都这个解除合约了 汪小飞在力挺他 汪小飞是个大陆人吧 对不对 就是呃 力挺他也是他的这姐夫啊 那本来这个就是说挺有热度的 结果呢 轮胶汽车这出来之后呢 直接就超过了王小飞 力挺小S啊 登上了这个 热搜网 但是呢 比较诡异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出来之后呢 他们公司一个小时之后马上呢就有了回应 就有了动作 很多人就觉得呢 这个是不是公司 就是说最后呢 他们的一种这个营销手段 就知道呢 不能官宣 但是呢 哎 把它呢 发出来 发出来之后呢 被大家看到之后呢 马上的赔道歉 马上的去解决问题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张总之后出来之后决定的 就是说不光要开除一个临时工 所有叫彭刚什么的 全开除了才行啊 反正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那不管怎么着吧 我觉得呢 这个彭刚同志呢 这个脑洞开的挺大啊 但是呢 我想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有十几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啊 我觉得广告领域呢 真的就是说 嗯 干久了 应该呢 就是说转行 转型 干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广告领域 它是一个特别需要这种创意 需要点子的 年纪大了之后呢 要么呢 就是说将来才进了 没有什么点子了 要么呢 就是都是搜点子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彭刚同志呢 就是说要吸取这次教训 然后呢 以后呢 我觉得应该转行 干点的其他行业 不太适合呢 在从事这个广告行业 好吧 那关于这个呢 就没什么好说 但是呢 不管怎么着呢 我们承认一点 就哪着汽车 一举呢 成名 一举成名呢 天下之啊 当然了 很多人就是说骂这个彭刚啊 但是不管怎么着呢 你也承认 就是说彭刚最后呢 他的这个效果呢 呃 是达到了 但是说实话 如果想这样达到效果的话呢 其实这种手段就就就就太多了 你听听有有有多少种手手段呢 对不对 过两天又会有劣质艺人 对不对 前面有正常 范冰冰 你拿哪个拿哪个都行 对不对 你就这个只要是坐牢了 你都可以来一个 对吧 就这种东西呢 就没什么意思 而且这种名气呢 出的反正就是有点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我们都知道了 中国呢 还有一家呢 新能源汽车 叫哪吒 好了 那这些人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